大陸男性吳亦凡 因涉嫌強姦 醉重淫亂 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後逮捕 陸媒25日宣告這件案件判決 吳亦凡被判有期徒刑13年 富家驅逐出境 他本身是加拿大籍 有網民指出 他等服刑期滿後 會被驅逐到加拿大 如果面臨當地沒有追溯期的性侵起訴 將可能受到化學閹割 即是化學去世 有親身經歷過的受刑人透露 這個刑罰會令人痛不欲生 生殖器官雖然不會真的被紮除 但就會在體內注射藥物 以減少男性賀爾蒙 獸型人並不會因此而真的絕育 但就會達到抑制性衝動的作用 更可能會引起視覺和記憶力衰退等副作用 消息一出 就有許多網民都諷刺說 恐怕他連小牙籤都保不住了